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利用安培定律 来解释一下螺线管内部的磁场 以及解释为什么螺线管的外围 是没有磁场的 所以我们假设一个电流 有一根管子 它的长度假设是L 那现在有电流 从这边从后面绕到前面来 所以根据安培右手定则 螺线管内部的磁场 它的方向都是往右边的 都是往右边 那为什么外围没有磁场呢 我们现在利用安培定律来解释 我们自己设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把整个螺线管把它包起来 在它的外围来讲 它这边有电流经过 有电流传过 所以这边有电流进去 但是在它的外围呢 这边有电流出去 这边也是 这边有电流进来 这边有电流出去 所以对整个 这个回路来讲 这个回路是指它的外围 整个螺线管的外围 它的电流的总和 因为一进一出呢 所以对它外围来讲 电流的总和是零 用这个来解释呢 就是说螺线管的外围没有磁场 但是它的磁场呢 会出现在内部 那利用这个安培定律来解释 所以它的 因为它的每一个点的磁场 都是跟这个回路相切的 就是把回路设在它的内部的时候 那因为它是N扎的 所以它的总电流呢 就是N乘上I N乘上I 在μ0 那这边是BT BT的话就是 因为它每一个点的磁场 都是往右 而且跟这个回路呢 是相切的 这时候回路如果设在 螺线管的内部的时候 它都相切的 那这个总长度呢 就是L 所以我们把L除过来右边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 螺线管的磁场公式 那这个μ0就是 真空的导致系数 N是它的总扎数 I是它的电流 就是它冲过的电流 L是这个螺线管的长度 那如果电流呢 是从前面绕到后面去的话 根据安培右手定则呢 它内部的磁场是 往左的 那螺线管这种产生的磁场呢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它里面的产生的 它这个磁场呢 只限制在 螺线管的内部 而且它是一个均匀的磁场 所谓均匀磁场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每一个点的磁场 的方向跟大小呢 是相同的 就是螺线管的磁场 跟一般的 圆弧导线的磁场呢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长子导线 它的磁场呢 跟距离有关系 那圆弧导线的磁场 也跟电流之间的距离 也有关系 但是螺线管的磁场呢 就跟距离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所谓的扎数呢 它有两种解释 有一种解释是说 看你这个线呢 有几条 假设从这边到这边 那有一百条的话 而且只绕一次的话 这个扎数呢 我们就要一百来计算 但是有的螺线管呢 它这边到这边 虽然有一百个电流 但是因为它绕了四次 所以它的扎数呢 还要一百乘上四 它的扎数就用四百来计算 好 那我们接下去呢 来看一个立体 来做说明 好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有一个螺线管呢 每公分的长度里面呢 有十扎的线圈 那所以每公尺的话呢 就会有一千扎 那现在给它通上 一百安培的电流 那现在求它呢 那个内部的一个磁场 所以我们利用螺线管的 这个磁场的公式 它内部的磁场呢 会等μ0 那我们知道μ0就是 4拍 乘上10的负7之方 这个n呢 n的话就是代表 每公尺的扎数 因为它 它的它是每公分呢 是十扎 所以每公尺的话呢 就应该是一千扎 所以这个n呢 我们就用一千来计算 然后电流呢 有100安培 我们乘上10的二次方 那长度呢 已经换成了公尺 所以这边直接就用一 当它的长度 我们刚已经经过推算 所以算在磁场呢 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4拍 乘上10的负2次方 单位呢 是特斯拉 这个磁场呢 是相当大的一个磁场 有关这个利用安培定律呢 来导出螺线管的磁场公式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